FX-168财经报社,相反是Glasic HF,首席经济学家和策略师David Rosenberg,相当肯定,他知道股市的牛市行情将如何结束。 Rosenberg预计,利差的扩大将是其分崩离析。 Rosenberg将公司债券市场成为房间里的大象,他认为其爆发并使股票处于威胁之中只是个时间问题。 Rosenberg说,有迹象表明,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信贷稀差将大幅扩大,我知道每一个美联储收取周期的尾部会发生什么,信贷稀差是企业债券与国产收益率之间的差额。 债券投资者认为,如果他们再扩张,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将变得更有风险,而由于其比政府债券的风险更大,他们因此希望获得更多的回报。 在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,Rosenberg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死空头,然而,随着美国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困境,他成为第一批判掌华尔街的策略师之一。 根据Rosenberg里活正处于经济扩张的最后阶段,他已经持有这一观点好几年,但现在,终结游戏可能正在接近投资者。 值得指出的是,Rosenberg6月21日,在蒙特利尔举行的Inside ETFS加拿大会议上表示,在经历了一年所有资产类别上涨后,股市已坚定,金融市场即将触及一个让人想起2007年的股市。 美国经济衰退可能会在未来12个月内开始。 Rosenberg在谈到2017年的牛市行情时说道,即便是传统上与其他资产负相关的资产,也出现同步上涨。 Rosenberg表示,应派美联储将已把经济增速放缓,随后金融资产国值出现下降,美联储预计仍有进一步加息空间。 他说道,我们看到市场出现重大转变,在本轮周期中,美联储为股市贡献了一千点的涨幅,所以我们必须关注电影的方式会发生什么。 Rosenberg当年在美联任职时,是首批在金融危机爆发前,对大山退发出警告的经济学家之一。 教对,Linda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